字幕提供 這是經過的路段 好天氣超漂亮 看一下可愛的 這是第3 不知道31還是32路 我們今天要去的是那個 新竹武峰的 雲起露營區 雲起露營區 我們還有15分鐘 快要到了加油 哇遠方有雲海 好漂亮喔 哇 我剛剛查一下我們是第33路 繼續出發 GO 我們到了雲起露營區 今天只有我們夜蟲 所以今天整區 我們A區包區 現在只有我們一張 它其實A區 這樣五張包區蠻大的 我覺得 反正我們就先 搭帳吧 我們今天是哪一個露營區 你還記得嗎 雲起露營區 雲起露營區 然後我們這是第33次露營 第33次露營 33次 33次 那你有記得我們剛剛 晚上有看到什麼 蘋果頭 好看嗎 好看 但是我發現的 真的耶 我們大家都在忙 然後只有你發現了螢幕 我們在那邊 一閃一閃的飛來飛去 對不對 對 那我們明天晚上會看到 會不會再看到 你的朋友們明天就來啦 YA 好 好我們準備跟大家玩 明天晚上就來 沒有明天明天到來 我們跟大家晚安喔 晚安 下次 立刻推進晚安 現在是晚上9點14分 我兒子8點都喜歡找秒睡 那我晚上呢 就是花了一點點時間 拍了一下那個螢火蟲 所以還滿漂亮的 我兒子發現了 立刻把燈全部 啪啪啪關掉 像我們A區這邊就是可以看到一陣牌的 螢火蟲 可是算滿多的 我還沒有看過那麼多螢火蟲 在這邊看到還不錯 但這邊還沒有 就是像有人拍像是銀河那樣子的 那麼多呢 我覺得應該可能六七點那時候拍得到 但要看位置 像其實它最邊邊的那個草叢裡面 還滿多那個螢火蟲是比較密集的 可是因為那邊比較亮 所以要拍出來有點難 原則上我們目前 以第一個晚上在雲起露營區的 新的就是 其他區反正明天會帶大家稍微逛一下 我們一關有八道來這邊 A區包區 然後B區會有幾帳 今天第一天夜衝 就只有我們一帳 其他都是明天來 所以剛好今天我們可以稍微跟大家聊聊天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那個廁所 廁所還不錯 它是男女完全分開兩邊的 是有一個門打開後進去之後 才是廁所跟淋浴間 沒有提供沐浴爐洗髮間兩邊 然後自己帶記得 水壓滿穩的 你在那邊有水堵住的問題嗎 沒有 然後應該就是剛好我今天洗澡的那一間 它那個排水應該是有問題 可能只有那一間而已 它是排不出去 所以洗著洗著 腳底下就淹水了 然後我覺得引主滿貼心的 預測裡面有貼一張報紙 跟你講說就是你調水溫 2mm的距離去調 一次調很多 那樣會容易就變忽冷忽熱 對溫滿穩的 然後開到最大也不會說是燙人 就是剛好溫熱感 然後它每一間都有提供一個桶子 就是那種水桶 然後我兒子親愛的身洗因為很熟 它剛好又可以抽進了桶子裡面 所以就很滿好的 它又泡了一下澡的感覺 目前我們第一天晚上就是 滿多硬火蟲的 廁所乾淨水壓水溫都不錯 然後廁所很大 帶小裝洗室沒問題 目前都還不錯啦 來的路上算滿好拍的 以這麼高海拔的 像我們上次開到那個南庄比較高海拔 後面的山路真的不怎麼樣 如果好開 路況也不太好 我們今天是先去北斧老街 然後再從北斧老街上來 整條路的路況都滿好的 也滿好開的 除了到它快到之前 有一段就比較陡一點 馬甲灣比較彎一點 來的路上呢 有幾段的路段也可以看到雲海 就是你看運氣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一點點雲海 沒有說是那種很一大片的 但是真的滿漂亮的 剛好是那種黃昏的時候 日落的時候 對真的很漂亮 希望我們這兩天應該都可以好天氣啦 因為我們看預報的都是好天氣 所以應該會不錯 明天應該可以再拍一次螢火蟲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我們今天拍的 原則上這邊 目前我們第一印象是還不錯 可以再來的營區 營主也真的滿清潔的 在Nine上面恢復 也滿細節跟快 看到它本人就是覺得 嗯它就是長那個樣子 真的滿清潔的 它就是長那個滿細節控的 人的臉 明天就這樣結束了 掰 可以看到一閃一閃的 那就是螢火蟲 這裡超多的啊 一閃一閃的 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7點了 快半 然後出大太陽 千空萬里 那我們現在先來準備早餐 今天 換包也不錯 所以要早7點左右 早上7點還算滿涼爽的 因為高海拔的關係 算出大太陽 不然以往呢如果是 中低海拔這種 陽光程度的話 大概7點就會被熱血 等一下再刷牙 我們等一下要吃早餐囉 第一天早餐是餐包 然後可以抹花生醬 第二天早餐 明天也是麵包 香蕉 輕鬆搞定 那你覺得剛剛花生醬好吃嗎 你覺得好吃嗎 你不喜歡 你不喜歡 花生醬你居然不喜歡 那如果是草莓醬呢 喜歡 草莓醬就可以了 下次幫你買草莓醬 之前就說我要 草莓醬 應該草莓醬吃完啊 這個是 紐西蘭的一個品牌的 花生醬 然後看到紐西蘭醬還不錯 看一看一看 一般都會買服務員的 可是服務員我覺得真的太甜了 很好吃啊 很花生耶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A區 天氣超好 A區是它整個營區最高的位置 然後這麼寬敞 整個都是我們的 那A區是五張包區 然後我自己目測呢 這個寬度大概可以 下六到七張左右 基本上A區就 我覺得真的還蠻不錯的 除了 就是它 如果要上廁所或是洗澡 它是要下那個斜坡下去 沒有很遠 它就是斜坡走下去就到了 只是呢就是沒有其他區域那麼方便 現在區域它都有 專門的衛浴在那邊 像B區在下面這邊就有一個 冰箱也在這邊 然後C區也有 往下我昨天看了一下 還有D跟E 它總共是ABC第一 那我覺得最好的區域 應該就是ABC這三個 A跟C的都是包區 B區呢是看你個人想要幾張就幾張 分左邊跟右邊 看現在很早 我們帶大家去逛一下 廁所還有各區的狀況 這邊就是A區往下走的斜坡 然後另外一邊也有路可以下去 都差不多 都是一個比較斜的斜坡 然後如果你要到A區的話 也是測試從這個斜坡開始 B區的其中一邊 這邊可以容納四張 然後它最旁邊呢是一個 木棧盤的搭帳區 那如果你其實在得夠下的話 像他們昨天來的人 他們是四張集中在中間 旁邊兩邊停車 木棧盤是留下來的 也是可以的 廁所的部分 它南車跟女車兩邊分開 然後有一道門隔開的 然後提供冰箱 冷凍的話在另外一邊 在女車咧 廁所提供吹風機 兩個小便斗 兩個馬桶 三個淋浴間 然後因為它裡面呢是有封閉起來的 還不錯 蠻乾淨的 附一個小水桶 空間很大 然後B區呢 下來之後它這邊是分兩邊 我們朋友這邊會這邊有 山障在這裡 然後女廁 冷凍也在這邊 這邊是女廁 這邊是南廁 然後這邊是B區的另外一邊 那一條路上 還只有分左右兩邊的B區 我覺得的話兩邊都有不錯的地方 像這邊的話可以直接看山景 那這邊的話呢 地感覺比較平整 但其實兩邊都還不錯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西區、D區還有E區 在我們昨天一開始上來的地 如果你想要看陰火蟲的話 我們昨天晚上我自己晃了一下 是只有A區有陰火蟲 然後往下B,C,D,E,E 好像沒什麼看到 所以你想要五月來看陰火蟲的話 可以選擇最上面的A區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觀景台 我把它做了一個LOVE檔在前面 前面這個如果拿掉的話也更好一點 從這邊分界呢 我們右邊上就是AB區 這裡進去是那個C,D,E區 第一個看到這邊應該是C區 有個沙坑 在C區這裡 也是包區 原本我是想要訂這邊的 不過這邊已經滿了 C區你看這邊是獨立一個衛浴 然後空間超大 我覺得C區應該是 目前上面ABC看到最好的一個區域 超寬敞 所以這邊D比A區還有在平 A區它是有一點點往三下傾斜的 然後C區這邊可以看到是全平的 我們再往前去看 它如果D跟E的話 再往那邊下去 所以如果你是B區的話 要上A區等會 車子會經過 C區這邊的話 車子也會經過 要從這邊再下D跟E區 往下一點點距離 它就是一層一層的 這邊下來只有D區 你可以看到分界 D跟E區 來逛一下D區 剛好CD昨天都沒有人夜衝 但其實是滿脹的 D區也是跟A區一樣 它沒有專門獨立衛浴 也是包區的 比較小一點 容納三到四丈差不多 我記得它應該是四丈包區 最後的E區 這邊昨天就已經有人有夜衝了 D區跟E區 基本上是公共廁所到這裡 所以D區是比較不方便一點 E區的位置也還不錯 大概也是四丈左右 可以包區吧 那一樣滿平坦的 我們剛逛完了ABCD E區 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A區在最上面 E區在最下面 然後我覺得風景最好的是 C D E都可以 但是呢E區跟C區有獨立衛浴 D區沒有 D區的話你要看上往上去C 還是會往下去E 但原廠應該是往下去E 比較方便它比較近一點 B區的話呢是散帳就可以租 然後有分左邊跟右邊 但是我覺得B區唯一方便的就是 鮭浴有獨立 應該是容易比較被車子炒到的地方 然後A區呢 午夜區的話可以看螢火蟲 最佳狀況下呢D區應該是最不方便的 因為它比較小 也沒有獨立的衛浴區域 跟A區一樣就要往下了 整體來說如果下次想要再來的話 我想要訂我現在這個位置 C區 C區好像是六丈包區的樣子 這個位置真的是最好 衛浴完全獨立 基本上不會有任何的區域來公用 C區包帳整個包區下來是最好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小沙坑 連玩具都準備好給你了 藏樹溝的話 C區蠻可以考慮的 然後這邊是那個 營祖住的地方 然後建旁邊樹林坎架的組織 做成的 它這個已經玩了快一個小時了 A區最裡面這個位置其實蠻秋的 還有一個小小的棚 聽說遊戲區有水池 然後看了一下介紹還有什麼攀岩神鎖 那我們現在去看一下遊戲區的部分 從英本部跟B區那邊道路下來之後 有一個水池可以玩 不過今天還不夠熱 要再玩一點 好然後這邊有一個斜斜的攀岩牆 拉這個上去之後 然後走那邊下來 然後再溜下來水池 還是這樣 嘿 都是可以踩踩 可以啊 好 你要重新 要重新 要重新 因為你想要照片嗎 哪有 沒有 上來可以抓火 我爬得好你是不是要清轉 開碗現在中午左右 我爬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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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餐 日式炒蜜 加蝦仁青椒 準備的蜂蜜蛋糕 我們這邊有買過 還算不錯 有好好吃嗎 他每次蠻長大的 你也沒有好吃嗎 好吃嗎 真的 喜歡嗎 你有沒有吃光光 我看 有吃 好玩嗎 好玩 好玩 你剛剛有考驗我種嗎 有 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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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要準備睡覺了 我就愛我的 小小 好 我們跟大家玩 晚安喔 晚安 我們的 三天兩夜 雲起露營區 對 對 結束了 劉花你有沒有跟雲起露營區說掰掰 行使六百公司 好 你覺得露營區最好玩的東西呢 是玩竹子最好玩呢 玩水最好玩呢 還是沙坑最好玩 好水最好玩喔 那下次我們可能可能熱一點的時候再來 你可能就可以玩得更好 好不好 就可以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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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也不是永庫的那個 沒有關係啦 主要是水真的太冷了 這兩天玩水的話 其實還是 小朋友還是玩到有點發抖 嗯 五月就是白天很熱很熱很熱 但是 沒有曬進那個水裡 有曬進去 但是不夠 因為水原本的太冰了 但是其實久一點的話 曬到下午 下午又開始轉陰 所以其實冷暖的時間 就是盡可能接近中午時間 可是我覺得等到 六月或七月來應該是蠻剛好的 就可以玩更久啊 比較不會那麼冷 這營區蒼蠅多 但我們就想說 文字還好欸 蜜蜂 蜜蜂跟蒼蠅蠻多的 嗯 基本上整體來說 整理的真的不錯 像我們那天 第一天講的 就真的還不錯 蠻好的 下次應該會再來 櫻花器吧 如果你不想要自己搭帳篷的話 他們也可以租 那種印第安帳 租一帳是800 碎店的話是300 客廳帳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朋友沒有租 所以 應該也就差不多幾百塊 你想要直接來 然後就直接 露營 然後不想要收搭 這樣的話 就可以直接跟他們租 大概就多花一千多塊 還可以 桌子椅子好像也都可以租 他們都有 所以就是算方便 開車來然後帶食物 那些有的沒的 就差不多了 那天沒有提到的是 像我們第一天 還有那個小蜜蜂 上來賣滷味 賣 炒玉米 一些水果 價格我問一下還可以 基本上就是 算合理價格 高山水面桃小小顆的這樣 一籃 兩百人 裡面有十來顆 一個選手大概是三顆左右吧 但是我覺得就是價格 好像就還OK 滷味一盒一百 那就是中午來一次 傍晚來一次 營區有可以訂核菜的嗎 基本上算方便啦 就是如果你在這邊 什麼東西沒帶到還是怎樣 就都還好 就住得到或買到 他們這邊雖然沒有飲水機 可是如果你要買水的話 你也可以跟那個飲主他們買 他們有賣 不怕忘東忘心 來的基本上都活得下去 我們等下次來再看 分享更多心得吧 我們一起露營區 掰掰囉 街營區 風阳